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洛杉矶之后 我们经过17个小时的航行 终于到达 离洛杉矶只需要开车2个小时的圣地亚哥 4月28号 礼拜天 我们来到圣地亚哥 我们的船是Discovery Discovery 这里是一个茫茫的码头 我们的船 另外有一条迪士尼人的Line 那个船在这附近 旁边 我们现在进入圣地亚哥的码头上 现在我们在圣地亚哥的码头 现在是我们走了这条船 旁边也是有一个41个 是中途跑靠航空母舰博物馆 然后在我的右边 这边是迪士尼人的油轮 这边有一些招揽客人的三轮车 马头这里呢 有一些观光的那个 卖票的 卖票点 歐唐 其他观光的 西游团 这里人蛮多的 前面是白老会码头 旁边是停了我们的床 前面就是圣地亚哥的市中心 看得到中途导号 这是中途导号 上面有飞机什么都停在上面 旁边有很多 卖纪念品 快要被人家抗议拆除了 他们留在海区里面 它们最终的 人家没有公团 人家把岳维农搭断了 爆破 漂亮的圣地亚沟码头 有一个鸡鸡鸡 这里不能钓鱼 今天礼拜天人要比较多一点 我们船晚上10点开走 9点半人要回去 离开Seaport Village 之后我们走了一段蛮长的路 去这边老城区 Gaslam District 这里是圣地亚沟区很出名的瓦斯登区 瓦斯登区 我们都救不救 漂亮的造 房子 秀房 这边进去摆了那个摊 然后我们就沿着Broadway大街往码头方向走 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公园 前方有CVS Pharmacy 这边也有一个很漂亮的老的Photel 这边有一个旧的瓦斯登的路灯 这个路一直下去就是码头 我们停船的地方 这边是Sandyaco的以前的旧区当堂 拉加描释 网码政府机关就在这里 前面是三道飞火车站 蛮老的一个建议 市中心 C Street 跟India Street 這邊是風街,有舞台,很多攤位,吃午餐的地方 這邊有很多藝術的展覽 我們在這條展覽區裡面找到小義大利區 本來我們預備了這個午餐 這是我們要來的餐廳 這家名氣很高的義大利餐廳 我們三個人只是叫了兩個order 也差一點都吃不完了 感覺上價錢很適中 食物的份量也很足夠 我們覺得這個餐廳還是不錯的 那是餐廳去了 我們現在走回去碼頭 有一條第四面的橋 那我們後面就可以去 這就是San Diego的Old Town Trolley 在San Diego有11個點可以自由上下一整天的 兩條幽羅 這邊還有一個Star of India 哇,東窗 對,所以 había projets 尼尼斯在那裡 我只是說一個 Naruto 這邊還有一個防止施工程 那裡還有一個Polts 那邊還有一個Polts 自己在旅程 約該兩點出頭 我們要回來了 這邊也有一個Polts 然後還有一個Polts 海关签过检查帐 在船上看到 这个阳台上的一个好处 它有一个屋顶 因为我们打算旁晚的时候 再出去走一走 所以就提早在制作餐厅吃了晚餐 然后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出去再逛一下 这是我们的船 发现车号公主游轮 那旁边是Wonder Disney 我们下午9点30分要回来 4点钟开船 现在是7点多 这是波尔维大街 然后直接到码头就没有路了 圣地阿哥的当场 波尔维大街 这边有波尔维大街 然后呢是开放的太阳出来 到太阳下山就关门 然后我们就是他们的船在这边 这个波尔维大街也是可以坐渡轮去对面的 Cornado的 夕阳以为看一下也不错 太阳下山 4点20分 4点20分 这里有餐厅 我们来到这个海港城 海港村 海港村 这边很多人在吃晚餐啊休息啊 这边人就比较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很多小店 Seaport Village 旁晚的景色 跟白天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情 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有些人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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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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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